年年夏日,不少市民选择带在室内享受空调,可是有些人在空调房里,达上一段时间,就会出现手脚冰凉,尤其是女子以血为用,血是止血不如氧,其是血液运行不畅,血不达四肢,命门火衰所致,而身体的阳气不足,寒刺内生,四肌是余温室,也已引起手脚冰凉,以及阴氧失调, 而是手足寒冷,另外,在经期,运机和产期等特殊的生理期期间,激素变化也容易引发的寒,肢体冰凉,雷厉提醒,容易手脚冰凉的人士,平常应是注意保暖,尤其在空调房里,不要穿得太清凉,必要时可加个披肩,穿上长裤,睡觉时空调不要设置过低温度,尤其要注意脚步保暖, 必要时穿上袜子帮助保暖,睡前可用热水抛爬脚 其次,日常要注意适当运动,尤其是需要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,适当运动可促进身体血液循环,坐着不动时,可容搓手脚心,以改善末端血管的微循环,最后,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, 有利于储藏阳气,增强抵抗力,说到对付手脚冰凉的食疗方,雷厉建议,怕冷的人士可以多学去维生素一,切质,带白质丰富的食物,以及一些幸处温热的食品, 在身体充满电,才能极高几体耐含力,雷厉提醒,如果手脚冰凉,同时还伴随冷的花籽,发白,潮口等现象,就需要谨记,可能是雷诺氏病,糖尿病等疾病,此外,冰血,糖尿病,心脏病等疾病,也会影响人体体温,栽垮,适合空调房上班族的暖身食谱,枸杞炖羊肉,食材羊肉500克, 枸杞子20克,生姜,葱,黄酒饰料,羊肉富含大量的油脂蛋白,B组维生素,铁,钙藻,这些都是能够促进血液流动的营养素,且较容易被人体吸收, 姜中独有的姜醇,能够粘血管,加速体内的血液流动,四色鸡汤,食材积800克,百合30克,黄芯20克,枸杞20克, 乌鸡是典型的高优质蛋白食材,富含多部饱和脂肪酸,能够为人体提供大量优质能量, 从中医来说,乌鸡可熟精活血,促进继续运行,再加上滋补肾脏的枸杞, 净热沦肺的百合,能起到补气温柔的作用,对女性大有益处,牛尾汤,食材牛尾500克, 番茄三个,葱,虾叶,料酒,姜适量,牛尾含有丰富的铁元素,是补适强生的重要选择, 从中医的角度说,才能强制健库,尤其适合身体失落的老年人食用, 番茄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,维生素和膳食纤维, 能够尖略消食,乐场通电,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